《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我问你个问题 在你眼里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六年吧 你是说我很臭屁吗 对啊 所以说每次看到你都要躲得远远的 我再给你一次说话的机会 你想啊你想 榴莲啊 他这个身价跟地位 都可以称得上是水果之王 就像你一样 身价不菲 出身高贵 但是太臭了 而且全身都是惨 然后呢 然后就是 你看啊 一旦有人接受了这个榴莲的气味 就会无可救药地爱上他 所以榴莲这个水果 喜欢他的人就特别喜欢 那你喜欢榴莲吗 喜欢 什么啊 什么 不是的不是的 那个榴莲太贵了 我就不吃了 我觉得香蕉苹果会好一些 顾兮兮 又怎么了嘛 就是吃不起啊 我们继续读行不行 给你读啊 想要变得富裕 证明你不甘平庸 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 嗯 宋玛 哎 顾兮兮呢 顾小姐一大早就出去跑步去了 出去跑步 是啊 她昨天晚上忙到很晚 半夜呀 还下来找东西吃呢 等一下总嘛 我想吃榴莲 一会儿你就出去帮我买回来 家里还有苹果 梨香蕉呢 就要榴莲 哎 嗯